参与水灾搜救行动发生意外的马六甲销整人员穆罕默迪亚 在医院抢救无效后,今天凌晨时分,与世长辞 家属今天早上为他举办丧礼 除了甲州元首对穆罕默阿里亲自到场送行 今早的国会上议院也向死者致哀 全国销整局行动组副总监纳都阿多瓦哈表示 当局会尽全力帮忙照顾家属,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46岁的校长人员穆罕默迪亚 昨天参与双溪布达水灾救援行动期间被大水冲走 被同僚救起时昏迷不醒 虽然及时送院抢救,无奈始终不敌死神 今天凌晨3点11分在医院去世 家属今天早上为他举办丧礼 甲州元首敦穆罕默阿里到场致哀 以及慰问家属 除了遗孀,莫哈默迪亚还留下4名9岁到18岁的孩子 家属在丧礼期间难言悲伤不断落泪 同样到场致哀的全国销整局行动组副总监阿都瓦哈 会尽力帮助家属,包括孩子们的教育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也在脸书贴文致哀 希望家属坚强面对 另外,国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莱士雅丁 今天早上也带领一众上议员为 莫哈默迪亚献上最后的敬意 会的付出